《彩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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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讲了很多我们的如何练习去填词 好了到你有歌出版了 第一次出版歌词是哪一首? 正式是歌手的 《斐青》 但是和别人库挥 因為當時進入了比賽 比賽整個碟都是新作曲人 填詞人 整個碟後出來了 其實所有歌詞都有另一位填詞人改過 就是《簡家明》 歌名要保持著 但其實整個題材都改變了 但我很有幸聽了《廢星》的電影版 做完就聽了 的確是寫得不錯的一首歌詞 當時我看完後覺得這首歌能播出 第一首歌難忘呢 有沒有哪首歌出版的歌詞 過程或者你的感覺 或者經歷或者效果是特別難忘的呢 其實我們也很相似 之前有一首歌 然後有一首很瘋狂的歌 就是《我們都是鄧雅迪》 那個過程是怎樣 因為徐貝欣是本身簽了公司的 所以他就把那個Demo交了去環牙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也不知道多久 可能一個月 就說那首歌收了 那就是Semi 很開心 Semi收了一首歌 但也有點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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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那天天又沒有出歌 那麼久都不出 然後又出了一些事 也有點擔心會不會不用這首歌呢 或者一段時間不出呢 就是有很多想法 樂樂亂 但樂樂亂了差不多整年 還是大半年 總之很久 一定有 過程是很長 很長 一直都不出 一直都覺得是面對角色來的 就是打算出唱片 會有 然後有一天 突然看了IG 他對著IG 我記得 向Live 我心裡想 這首歌是不是那首歌 一直按你聽 我好像那首歌 哭 都不記得有沒有哭 總之是想哭 然後 接著的發展就遠遠超出想像 首先他那些歌迷就可以唱 唱完就可以放在他IG 所以就很多人唱 有容祖儀 有很多歌手唱 說是演唱會的主題曲 然後出碟 出碟原來那首歌有兩首新歌 有很多歌曲 各種獎 現在說回來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很夢幻 對 整件事就是這樣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過程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是你推出的那時候 那你在寫的時候 為什麼會寫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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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其實我寫完後 是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其實這首歌 我改得很厲害 其實一收到這首歌 都覺得 別人的重複的情況很厲害 我很喜歡寫這些 其實 你也看到我 你剛才說的哭場 也是很利用他歌的重複的部分去寫 我很喜歡寫這些 我收到的時候 我心想 我一定要寫好這個哭線 這樣的哭線 我一定要寫好 至於那個方向 就是因為我提材簿 找到韓切骨三個字 塞在詞裡 我就想 不如寫這個方法 可不可以說一下 什麼叫韓切骨 不經一番韓切骨 那得梅花 撲鼻香 即是經過壞的東西 才可以進步 可以好 我寫了下去 大致那首歌的方向就定了 我填0.2.4.3 0.0.4.2 0.0.4.2 0.0.3 4.0.0.4 你知道0.0不是那麼好填 它有很多0.0 我又不喜歡寫那些原來什麼 不喜歡用一些很普通的字 做重複的 我自己喜歡用一些有意思的字 做重複的 我覺得會比較特別 我就寫了很多0.0.0 寫了很多 寫了很多很多 看到一些對比 我是兒童成人 撿了一些對比 有記在路上 那天去元朗看楓葉 一邊走上路 腦子一邊想 一邊唱 然後想到這句話 挺好的 這樣就放進去 其實這個框就定了 大致是寫這些東西 你說0.0 0.2.4.3 大家可以看看王志華的Patreon 我就不解釋了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教 我不是教書的 0.0是一個沉的音 你說兒童和成人 是一個靈靈和靈靈的 一個很適合的對比 我記得我以前改編歌詞的時候 我都喜歡用這個 但我不是說人 我是用年 我用童年和成年 成人都用的對比 總之一有靈靈音 我就很喜歡放童年和成年 一來也是 一些實際的東西 即是可以用到大部分人的心態 歌詞才會比較熱 或者其他人會覺得 對呀 對呀 說我呀 我們寫上大的 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他出版的歌曲 有什麼有趣的經歷呢 很長 五年 五年前 等後五年 然後突然間 即連Dominion也不在那裏做 突然間就說 會在某個劇集裡 做片尾曲 他好像不太說是片尾曲 總之他說在劇集裡用 就先說拿出來 然後還想拿出來聽聽 那時候是怎樣的 那時候是歌有歌命 對呀 因為劇集的版稅會比較和味 因為每天播放 沒有版稅 是不是還不知道 因為劇集是2020年 過了21年之後才會知道 才會出20年 不知道 應該也不是很多 只有13集 哦 短片劇來的 很明顯是沒有看 不是13 好像是13 我自己都沒有看 有時他們問我 是不是跟著劇情 什麼什麼 很配合 我心想我沒有看過 不知道是什麼劇 你寫這首詞的時候 什麼時候劇本都沒有 所以他們又說 不知道跟著哪個角色 我心想我 不知道是什麼角色 對呀 對呀 那也好 不用拆劇本才寫歌詞 實在太好了 好了 出了一些歌 最喜歡哪一首呢 嗯 其實我挺喜歡 去年有一個叫 一人來一人去的 嗯 講個人孤獨 就是喜歡自己一個人的人 寫好和不好 兩樣都有的 就是說 本身這麼孤獨 好像很難認識人 其實我本身也是這樣的 歌手也有一點是這首的 護後圈也是這樣的 嗯 所以我就 我們很配合 真的會覺得 就是寫著那些 是這樣的 我們是這樣的 寫出來的人都會覺得 是的 我也是這樣 你就會看到 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挺開心的 還有這首歌 其實有一點不是我寫開 那種類型 例如她的歌曲 那種類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怎麼可以寫好那種類型 又不是很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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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發揮那些東西 但終於出來的效果 就是 從出生以一人來 中一個人 中一個地來去 那種類型 我也挺滿意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 整體來說 我也覺得是挺喜歡這首歌的 做了這個填詞人 這個製生的行列之後 所遇到的人同事 那一定是跟你以前的生活 是很不一樣的 是的 入行的又不是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怎麼認識個人 例如好像徐碑恩那樣 是我寫單母的時候 他就在手機傳一些歌 我們在手機聊天 然後就讓他去錄 其實我也是去過兩三次 看他錄音 你能夠看錄音那麼好 那不是的 你喜歡的 即是他直接告訴你錄 或者他讓你去聽 因為有時候他又叫我介紹一下 有沒有人唱歌 適合唱這首歌 認識一下 然後介紹他 歌手也認識的 那就一起去 這麼好的 我都沒有進過錄音室 為什麼 如果你在香港的時候你不去 都沒有人叫過我 你都不知道我那個錄音 你沒有寫錄音 你沒有寫錄音 這麼慘情的過程 你不知道 其實錄音 就是你跟那個作曲人 比出版歌更加密切 我覺得容易結束 至少跟你一樣 都是在業餘的情況下翻滾 那些人 怎麼說 應該說我寫錄音的時候 我那個人不在香港 所以我就去不了 他們很多時候 不是真的錄音室 真的在家裡用電腦咪 我記得你也是 所以你是不會 總之我個人不在 我不會坐飛機去看你錄音 但畢業之後 我自己是 有想念 是不會放那麼多時間 在填詞上 所以我當然也沒有去填Demo 也沒有去認識人 現在更加不會 現在 有個人又不在香港 我唯一一次 去過一些專家 就是 5903的訪問 真的看到他 原來分開兩間房間 去坐DJ 和我隔兩塊玻璃 反光光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是坐在旁邊 他就說 不是啊 你坐在那裡的 你不是坐在那裡的 參加過不同的活動 課程 比賽 認識了很多人 寬闊你的朋友圈 如果對一個未入行的填詞人 跟你說 我想入行 除了我們老老土都說 你要先懂字 你要練習 不斷練習 最有效的 可以出到歌 有什麼方法 太多人問了 我IG的訊息 通常都是這樣問 我經常都說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 你隨便找個名單 例如你看KKBOX的榜 這樣才算 你由第一隻 開始按它出來 按五十隻 有多少個填詞人 不是Wyman 周月輝 不是那些 你看到她已經寫了很多年 很熟悉 當然現在新一批有Oscar 有王樂儀 但是你數個總數 你數五十首歌 可能只有十個 可能十個裡面 有九個是 你一直都知道他是誰的 不是你將會入行的機會 可能五十首歌 可能有一首歌 是那個機會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你數一下 很簡單 我經常問 寫展示 機會如何 我就會說 我已經是一個 超級非常幸運的情況 就是你一直數下去 只要你看一次王偉文 那就是背後有一隻 Demo被人扔掉 有一隻Demo池被人扔掉 你見一次 周月輝 有一隻Demo被人扔掉 就是你由一樓到五十 有四十九隻 你不認識的 起碼有四十九隻被人扔掉 至於說最後那隻 你不認識那個人 是不是Demo池 我不敢說 可能他是一個新進 只不過你未認識的填詞人 簽了公司也不認識的 不知道 那個機會是好少 真的很少 即使現在我叫做 有一首歌 有人認識 我的機會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即我和你 都是奇怪的方法入行 我也不是很奇怪 Demo或者參加比賽 已經算正聾了 但這些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長遠有人找你的途徑 是不是 即是不用我們說 你自己 搜尋一下 這個你認識的 都叫做新的填詞人 他的背景是怎樣維基都可以看到 即他為什麼會有歌詞填 他怎樣入行 其實你看到的 那你就做過那些事情 但是 不是十個做有一個 得這麼好的機會 嗯 十個做有一個得 也有十個百分之很高 即是說一百個做有一個得 是啊 因為我在一些片裏也有說過 不斷的努力和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很多集都有說 你這一集都有說 歌有歌名 就算你一首歌 你很有心機填 你填得 你覺得得真的很棒 其他人覺得手詞很厲害 或者手曲 整個套件都很好 他都未必會出現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根本就不是想要 不需要你這首歌 或者是你這首歌出的時候 有其他的歌更加被你爆 那你這首歌就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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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非常不容易 是啊 填詞是有一種自己拿苦離身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填那麼久 我一開始填詞 我以為自己三分鐘熱度 我以為自己不會再填 寫了兩首改編歌詞 隨便吧 然後就以為自己不會再寫 尤其是頭十至二十首改編歌詞 我一直抱著心態 我寫完你的手 我不會再寫 我寫完你的手 可能是幾十 然後 認識到其他人去交流 有其他人的存在 有互動 才會繼續 原來我可以這樣進步 原來我寫得不好 或者文法錯 或者字都錯 解錯 原來字怎麼解都不懂 從中學到東西 而繼續做這件事 但一開始我一直都在等著自己 何時放下這件事 這樣 好了 我們先到這裏 謝謝詩詞今天收時間 我知道你非常忙 自己拿點東西做 是啊 其實真的 你填詞不是說你去學填詞班 而是像詩詞一樣 你要學其他東西 去吸收其他不同方面的東西 去令到你個人的生活 或者你的生命會豐富一些 從而可以釋放在你歌詞上 去表達到一種看法 一種感受出來的 這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不要只填詞我入行 不是這樣的 好了 今天多謝詩詞 我們下次再找另一位嘉賓上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傷情 他們咬合 itel朵 1 2 2 4 2 2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